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講解CDBurnerXP的抹除光碟功能 這個功能一般是DVDRW 就是這個可附寫光碟在用的 就是可重複對這個 我這邊打錯一個字 到時候修改應該是DVDRW 的這個光碟片進行資料寫入 就是說它可以重複對光碟進行資料寫入 我自己是有買一張 然後用來做那個安裝光碟 或者是一些程式測試 在用力有一些系統重複光碟 因為它會有版本更新什麼的 然後我就不用再浪費那個DVDR一次性燒入 我就要買一張我就 要用的時候就更新 對這個DVDR可重複燒入的部分 就是抹除掉然後再來寫入資料這樣 這樣是比較節省的 然後再對DVDR進行資料光碟寫入 或是 將ISO印象檔拷貝之光碟 或是 將那個 用這個VDOTS的那個目錄 就那個影片目錄 那個 燒入到光碟 有三個啊 這可以用啊 在執行之前需要做這個抹除光碟的 的動作 就是說你要先自行快速格式化 把那個DVDRW的內容 的那張光碟片內容全部清空 然後再進行寫入 再進行這些動作 才行啊 然後 嗯 執行這個動作就是 這個 這個蠻容易的啦 就是這邊 啊這個 它裡面也有 也有這個按鈕也是相同的 也是相同的作用 就是可以抹除啊 還有 有 欸這個是沒有啊 然後這邊的這個也有啊 就是有這個視窗它有支援這個 欸原則上是你要做這些動作是 你要那個 複寫 DVDRW的時候就是要 先到這邊 先點一下把它抹除掉 它一般用快速就好 這樣 我這邊都打錯字 因為我都用COPY的 應該是DVDRW啊 到時候再修改 這張圖裡面的 那個沒差 大家知道有這個意思就好 然後就是磨除一下 那這樣子就 清楚就OK了 快速可速把它清除掉 這樣在燒錄的時候 就是一張空白的 光碟片嘛 這樣才能燒錄這樣 OK 那這邊的意思我打錯了啦 就是大家 盡量一下 其實是DVDRW 就這樣 好 然後 然後你才能對 就是做一些 寫錄啊 測試什麼的 對那個 DVDRW 的光碟片 做一些資料寫錄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功能就結束到這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這段視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